每一次要去院子裡面拔草的時候 媽媽總是第一個眼睛就是看到我 然後要是我賴皮不去的話 她就會開始從國父孫中山 一直講到現在的李登輝總統 一直講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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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沒完 然後我妹妹就可以在旁邊玩啊鬧啊 就是把那個桌子的玻璃弄壞了 也不會有人去罵她也沒有人去管她 就覺得很不平衡 為什麼每次做事的都是我 就是有一次嘛 我就來 我要求我爸買一台冷氣 然後我姐自己本身的房間已經有一台了 然後我就要求我爸要一台全新的 然後我爸說好 然後他叫人家把那個冷氣 新的冷氣拿過來以後 他把我姐房間的冷氣裝到我的房間 然後新的冷氣放在她的房間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平衡 我每個禮拜啊然後利用錢是100 然後第一是80 可是我爸有時候都會多給我弟弟 然後我覺得很不公平 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女生 所以我的零用錢就比較少 然後弟弟就可以比較多 每一次如果我跟我弟弟吵架的話 我媽就會先從我開始罵起 我弟弟常常都沒有事情 如果我在跟他搶什麼電腦玩啊玩啊 可是這樣子的話 我媽還是從我罵起說 弟弟比較小 你要讓他 不然的話呢 如果我不讓他的話 我媽媽我媽媽就會說 那你去給我發展以後 以後都不準玩電腦了 然後我就覺得心裡很不平衡 為什麼小的就可以 大的就要讓小的 為什麼為什麼不是小的要讓大的 人家恐龍讓你也是小的讓大的啊 我媽比較偏心對我比較好 而且每次我吵架的時候啊 如果一開始是我的錯啊 我媽問起來的時候我都會跟我媽說 媽我沒有是傑仙草 我媽就相信我就罵我姐 然後等到他我我媽罵完以後 我姐做笑我覺得她很可憐 不過呢我在旁邊還偷笑 孩子總覺得爸爸媽媽是偏心的 但是爸爸媽媽沒有人會承認自己偏心的 剛才歌草就是我啊 冷氣就裝在弟弟的房間裡面 總覺得是有點重男輕女 總覺得有點重小輕大 啊我們首先是不是請教皇准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孩子會認為爸爸媽媽是偏心的 難道真的爸爸媽媽沒有辦法避免這種情況嗎 人有沒有可能真的不偏心呢 我先自首 我覺得不容易很難 因為父母親也是人 怎麼講呢 譬如說像這個孩子可能是我親自帶的 我從小看到他不會走不會爬 到大他會走會爬 我在照顧他的過程裡面 我付出了很多辛勞 我自然有感情對不對 所以因此我會特別喜歡老大 有可能是因為我對他付出很多情感 我自然而然就想抱他就很自然了 所以這是一種很自然的結果 那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 如果這個孩子滿足我的期待 他功課好他漂亮他讓我帶的出場 很有面子對不對 我自然而然會想帶他多多出去 所以這一些都可能會造成我們 特別喜歡某個小孩子 或特別不喜歡某個小孩子 但是很多時候他不是意識性的 就像我們說的 情感是自然流動 你控制不了他 那一般來說孩子會覺得我們偏心 還有幾個可能現象 第一個他會不斷的抱怨 每次你叫哥哥 哥哥叫你一聲你就來 我都叫你三聲你才來 抱怨第一種 第二種是呢 他會直接說你偏心 你偏心 我一定不是女生的 直接指責我們 這有可能 那還有一種小孩子他會背後抱負 譬如說他會偷偷的 去把弟弟的東西藏起來 或是趁你不在的時候 偷偷就打弟弟 所以這些在背後的方法 也有可能都是在講 他覺得是不是你忘記他了 其實孩子講我你偏心的一個同時 我覺得孩子是要說 媽媽你是不是把我忘記了 媽媽你是不是不喜歡我 可是我們孩子說不出這兩句話 所以他們採取的是攻擊的方法 好 我們黃主任這個 自首的非常詳細 可以說做父母親真的也是蠻難為的 這個喜歡女兒說有戀妻情結 喜歡兒子又說是重男輕女 這個不管怎麼說 大家當然也都點頭了 換句話說 既然這個有一點點偏心 不管是小心還是不小心 既然是不可避免的話 那父母親到底應該怎麼樣做 讓孩子覺得在他的成長階段 你不會受到因為偏心 而產生那些偏差的影響 陶教授 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愛的夠多 或者是說我們對孩子的愛 是真正比較無條件 就是很有品質的愛 無條件並不是說 隨便讓孩子做什麼都可以 無條件愛是說 孩子不論怎麼樣 我會糾正他的行為 但是我還是愛他 我絕對不會覺得說 他現在功能不好了 所以我就開始不太那麼愛他了 那剛剛可能有的人會覺得說 怎麼樣 我很愛他 我心裡是很愛他 孩子都覺得我不夠愛他 其實我又覺得蠻好玩的 其實愛他就要讓他知道 他如果感覺不到你的愛 其實你就沒有愛他 這其實很簡單 可是我們大家都會想說 我很愛啊 我兩個都愛啊 可是為什麼孩子會覺得 他愛老大比較多 或愛老二比較多 那事實上很可能 我們在表現的行為上面 就不是真正的那個愛 為什麼弟弟就沒有 可以不用那麼多的要求 為什麼我要有這麼多的要求 他事實上就在告訴你 要求太多了 我快受不了了 當然不去比較孩子啦 不拿孩子 我自己做過一些研究 有關於嫉妒的 裡面就會發現 我們的父母親非常喜歡 用比較的方式來激勵小孩 效果是真的很好 就是對那個激勵的效果 可能是蠻好 但是那個傷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有時候跟那個二十幾歲的人 談起這樣子過去的經驗 做這樣的了解的時候 那個恨意很強烈 很強烈也是蠻可怕的 就是說如果真的讓孩子覺得 他是比較沒有價值的 那這一生 事實上真的都會 活在比較不痛苦的 比較痛苦的過程裡面 所以真的是不要拿孩子去比較 我家有三位小朋友 老大是女生 老二、老三都是男生 因為我女兒在姿勢上 好像比較好一點 而且在功課方面還可以啦 所以有時候像住家事方面 我就難免會 因為是女孩子嘛 所以要求比較多一點 難免就讓她多做一點 弟弟因為在功課上好像 永遠都在追時間嘛 都好像時間都不夠用 而且又是男生好像 好像都家事方面 也許就少做了 或者是沒做了這樣 像這種情形 女兒就會有時候很生氣 就嘟著嘴巴說 媽媽那麼偏心 每次弟弟就不用做 或者做那麼少這樣 像這樣我想很難做 不知道怎麼做 請問專家 謝謝 我們先請教公正公平的黃主任 不過我想請問的是說 我們希不希望我們的小孩以後 婚姻很幸福 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 我們希望嗎 希望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們現在跟先生在一起的時候 先生能夠幫忙做一點家事 你會不會覺得父親關係比較好 第二個問題 因為我成績很好 時間很多 所以我要做家事 我成績不夠寫了 成功課不夠寫了 所以我時間不夠不用做家事 請問我們在鼓勵小孩成績好 還是成績不好 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是 是不是我們心態上的調整的問題 如果做家事 他絕對不是減輕父母親的負擔 是因為他身為家裡的一份子 他本來就依照他的能力需要貢獻 所以三歲的貢獻 三歲的能力 譬如說拿筷子 五歲貢獻五歲的能力 七歲貢獻七歲的能力 所以這些做家事不是因為你是男的或女的 也不是因為你是年紀的問題 都不是 是因為你是我們家裡的一份子 所以你本來就要貢獻 就像剛才我說過的 像我的老二 他好像 肢子也是比較差一點 而且好像 永遠都在追時間 他自己的課業壓力相當重 如果肢子差 父母親就要替他解決的話 你兒子永遠會挫折 因為他不需要去面對 我有這麼多時間 我要寫功課 又要做家事 這個地方他會挫折 這個挫折 如果支持他 真是他的問題的話 他要去面對 我要怎麼來安排我的時間 所以我們愛他絕對沒有錯 但是愛他的同時 除了保護他之外 培養他去解決他生活的問題 是不是也是一種學習 好 那我們繼續請教吳女士的意見 我有三個寶貝 常常在他們吵架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一定吵架都會在現場 對不對 那過來當裁判的時候 往往都是聽口述 或者是看誰的表情怎麼樣 來做決定的 那我常常會在處罰 好像說不對的那一個的同事 有沒有 然後他會跟媽媽說 媽媽你每次都偏心 每次都說我錯 那事實上他是怎麼講 比如說老二 老二他會覺得說 媽媽比較疼妹妹 然後會對妹妹 偶爾去跟他掐 或者是去跟他搗蛋 比較調皮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應該要賞善罰二 對不對 那結果常常都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說他會覺得媽媽 對他不好 就比較偏心 那每次都處罰他 那我會覺得說 我對三個孩子都是一樣的 那我很希望說 我如何能夠讓我的孩子 三個都讓他們覺得說 我都是很愛他們的 而且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 讓他們能夠把他們的潛能 能夠發揮出來 那我這個爸爸媽媽 又是非常成功的 不偏心的 謝謝 這個問題其實我也是感同身受 因為我的老弟非常有演戲的天分 從小一告一撞來 他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這個時候父母親總是覺得 他受了太大的委屈 就處罰那個表情比較僵硬 像我這種情況 所以這也是會造成 這樣一直下去的話 就造成父母親有一點不公平 還是覺得他是偏心 曾經有一個兄弟他們吵架 是因為哥哥在寫功課 結果弟弟不曉得什麼事就開始哭了 那個媽媽參加過我們團體之後 他就開始用一種角色扮演的方法 所以他就說好 你們演一次給我看 把你們剛才發生的事情重新演一次 所以哥哥就開始演 我就這樣在寫功課嘛 弟弟呢 弟弟就爬到我的桌子上來啦 弟弟就說對我爬上去 他說我爬上去是為了要跟他拿東西啊 他說可是那是我的我不借給你啊 所以他們就演一次 演完之後他們兩個說好你們兩個現在交換 你當弟弟那你當哥哥演一次 然後他就當你是哥哥啊寫功課 你看你弟弟爬上去怎麼樣 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想K他 所以他就經常利用這種 只要是衝突就讓他再演一次 演一次之後就讓他角色互換 所以慢慢的他就會去了解 另外一個人的心情會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過程他學會到 人都會有心情 所以如果那是哥哥的桌子 我要爬上去之前我要問他 我可不可以爬 如果哥哥說不可以我要尊重 但是如果父母親的話 很快的因為自己的某些特質 譬如說我自己因為喜歡那個 嘴巴會講話的 或是我自己特別同情那個弱者 我就來保護這個人的話 那對他們兄弟姐妹來說 就失去了一個有兄弟姐妹 最好的學習的意義了 而且他們只會覺得 弱者才會被保護著 所以兄弟之間不可能有真正好的關係會出現 是的 家庭的這個包青天實在不太容易做 各位家庭 大家好 我有四個小孩 那老大呢是12歲 那最小6歲 那因為我其中老二呢 他就是個性上有點很內向 然後治理能力比較差一點 然後燃眠我就會把重心 就注意力好像比較多關心他一點 還有比較多幫助他一點 然後老大呢他就他嘴巴上不說 但是他有時候就會學著像 他會學著像他6歲的弟弟 說話的語氣啊 還有那個動作啊 他有時候會 現在12歲了還要讓你抱他 還要讓你親他 什麼樣的 所以呢我不曉得怎麼樣才能把這個 愛那個因 能因他們的個別差異而平均分配 我覺得愛不是要分配的 愛都是可以全部付出去的 不過孩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訊息 他們在呼叫說 你對我比較不注意 我有一個朋友他 老二出生不久之後 他老大就開始不會尿尿 然後他媽後來才覺察到說 你怎麼樣才能尿出來 他說我要包尿布 那時候他的老大也才兩歲 所以也不會很清楚的表達 他的覺得媽媽偏心這件事情 他就用這樣的行為來表示 所以退回性行為是很容易 讓我們覺察到說 我們對小的因為需要多的時間 我們給他多的照顧 我們可以去 一個是多關心點 當你老二生出來之後 你可能需要花很多時間去照顧他 很可能 父親可能要多陪著老大玩 或者是你要在孩子睡了之後 或什麼 多跟他有一個單獨相處的時間 那讓這個老大覺得說 你還是像以前一樣的愛他 這句話好像很容易 很容易說 我還是像以前一樣的愛你 他的感覺不是啊 我記得看過一個心理學家 他描述這個部分 給家長們來參考 他說如果有一天 你這太太在家裡 先生忽然從外面進來了 帶了一個年輕貌美的 比較年輕的 這個女人 他說從此以後 這個女人就是我們家裡的一份子 請你們兩個人相親相愛 我會愛他像愛你一樣 好 很公平的這樣對待你們 我們可以一起相處 然後他就問說 請問媽媽會有什麼 就是這個太太會有什麼感覺 那這個感覺就是那個老大的感覺 就是假如我是爸爸的話 我會把家事分開 然後讓我的孩子去做 這樣子他們就會覺得很公平 不會有些人在旁邊玩 有些人在旁邊做家事 這樣他們就不會互相爭吵 會覺得很公平 假如我是爸爸媽媽的話 如果有客人來我們家 我一定會稱讚小孩子 而不會說小孩子哪裡錯 而且我會 兩個人都一定會讚美 不會只讚美姐姐 或是只讚美弟弟 然後這樣子讓他們知道 我不是一個偏心的媽媽 如果是爸爸的話 如果我有一個草莓 我會分給他們 會分成一半 教剛好那個東西不能分的話 我就會叫他們猜拳來分 這樣子就會讓他們覺得很公平 我覺得當別人的父母要公平很難 我就有一個活生稱的例子 我在學校就是當風紀股長 而我只要叫某個人起來 他講話叫某個人起來 他就會說我偏心不公平 為什麼別人講話 而偏偏我就叫他起來呢 所以我覺得做一個很公平的人 我覺得蠻難的 而且會很讓我 就是當我在管制學的時候 我會很為難 然後所以我覺得做別人的父母要公平 是非常難的 然後我會 我想如果我當上了別人的母親 我可能會經歷而為吧 好的孩子要聽話 好的父母親同樣的更要聽話 我想孩子的心聲呢 最重要讓父母親來反省 針對今天的主題 是不是請兩位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首先請教曹教授 我還是要強調多愛孩子 多跟孩子相處 從積極的方面去面對他們 多跟他們有一些好的關係 也讓他們之間有好的關係 那家裡有一些比較有爭議性的工作 其實可以用家庭會議這樣積極的方式來討論 孩子們自己去分配 自己來討論 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還是要教他們 就是跟他們一起討論 那才能夠 他們有些是不合理的 就地理座要比較多的錢 哥哥要比較少的錢 那當然是不合理的時候 我們要引導他們來學習 那有時候經過這樣子的比較競爭 小小的競爭 小小的比較 就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他感受到這個部分 他也可以學習 這個世界上最真實的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不過我剛才說的比較跟競爭 不是我們父母親去製造的 特別不能用那種 所謂把它拿來當激勵的 那這個部分我想是 我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 謝謝 黃主任 我看到很多人在結婚之後 甚至上班之後 也一直為偏心所苦 他會覺得婆婆可能比較喜歡嫂嫂 或是比較喜歡小嬸 或是會覺得公司的老闆 比較器重某一個同事 而比較不器重她 所以因此我在想 偏心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需要積極去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在我的經驗裡面 我發現孩子說你偏心 其實他只是要講兩件事 第一個事情是 媽媽你有沒有忘記我 第二個事情是 媽媽我這個特質你會不會不喜歡 因為他很在乎我們 所以他很希望我們能夠肯定他 所以當孩子在告訴我說 你偏心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想想看 他要告訴我的是哪一點 而不是要保護自己而已 父母親呢 我們常說養兒防老是以前的觀念對不對 現在父母親為什麼需要生孩子呢 是因為我們需要讓自己有更多的智慧 來面對別人跟我們有不同的聲音 別人會對我們攻擊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有智慧去解決他 所以我們的孩子 提供我們很好的成長的機會 所以當他攻擊我們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也不要忘了 我應該去聽他 我有能力去聽他 同時去教他怎麼說出他想說的話 而不是只有攻擊別人而已